大家好 話工快來到星期六 又是我們齊齊愛生命的時候 歡迎你收聽這個由加拿大華日天主教福傳事工 生命恩傳製作的電台節目 你好 我是Edmond 樂熙 今天為什麼一開始就介紹自己 因為這個環節我將會和一位朋友聊天 今天可以說是問問情神父的特別版 在我身邊有Father Francis 懲命聰神父 Father Francis 你好 大家好 樂熙好 今天為什麼在特別版呢 因為很想問一下你的心路歷程 過去由3月到現在 我們進入了疫情第32個星期 其實對於你日常生活的影響 尤其是福傳的影響有多大呢 32個星期沒有數過 我有數啊 其實為我來說 不是太大的轉變在我的時間表 因為我之前 最大的分別是因為之前我是做很多旅行的 因為我現在的全職就是去不同的地區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全職去福傳的 會去香港、澳洲 原本本今年是會去澳洲 上年去過紐西蘭 但是美加就 即是東岸、西岸 很多時候都會去 也都會帶朝聖團 但是因為疫情就不能飛 全部都要取消了 取消了之後 其實很快就 很多事情都上網了 一開始我想第一件事上網 就是發覺有需要在網上做尼薩 因為聽說很多人 那時候都心思思想 我們用不需要直播呢 比如我所一起住的那幫神父 有幾個都是聖 Timothy 他們那時候完全關閉 我們要不需要錄影呢 那我就立刻就去問 有沒有人播放廣東話尼薩呢 發覺是極少極少 即是就算是香港 平日也沒有的 那我就說 其實有幾複雜呢 立刻就去學 發覺原來自己一個人都搞得定 立刻就搞了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很多被證取消的時候 人們都說 那其實不如放上網吧 那就變了很快 基本上我的時間表定了 那些事情都推上網 基本上是比之前還更忙 是 我也知道 因為現在 Father Francis 成為了一個網紅 我最記得早期 你這個YouTube Channel 就是最初只有千幾個 沒有 最初也沒有 後來就去到二千個 現在我印象中 應該都有五六千 六千 還有在疫情初期 三月到六月 因為六月 就是在多倫多教區 開始有公開彌撒的時候 我才少了看你的彌撒 早期來說 每天都是追著你的 比看連續劇更重要 彌撒參與的 會看的人 至少都會有三千 很多時候會有五千 還有我覺得更加特別的地方 當然是在於以往可能和一些香港的弟兄姊妹 無論是以前的中學同學 大學同學 或者後來認識的教友 都是談其他的話題 但我發覺和他們多了一個共同的話題 就是 你今天聽了港道沒有 我聽了程慎庫的港道 下一句又問他 是不是我認識那個 他說 是啊 在你身邊那個 所以大家多了一個共同的話題 不過始終在疫情當中 其實我想問一下教會的運作 尤其是經費方面的籌集 都好像是困難了 普遍來說都是有這個難處 因為你知道教友的熱心程度 各個都不同 你不去聖堂 因為有些人去聖堂 就算他可以提醒他參加那些自動轉帳 有很多都沒有聖堂 變成他沒有來就不會捐 就算他有信封 他沒有來就不會給他 所以這個 很多不少都會少了那部分 就算有些是自動轉帳 因為他自己工作方面都有困難 因為視乎你哪個行業 有些行業就整個行業是封閉了的 他自己的收入都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了解到 變成他有些都要取消或者減少 不多不少都會有影響 雖然教會的運作也都 有些經費也都少了 不需要給 譬如有很多的part-time 或者contract那些都轉到EI 很多政府給的subsidize 那些方法 但始終都是有個洗費 變成是有些是很困難的 絕對是 不單止我想其他教會機構 或者唐區 就連我們生命恩全 今年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以往來講 六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周年籌會晚宴 現在雖然說退去11月 但始終網上也是一個新的難度 今年來講 我們主與愛同行 雖然因為整個賽制不同了 我們改為虛擬 但其實參加人數又少了 所以變成我們的籌款壓力也有在 因為封鎖了那麼久 有社交距離 不少不少 心理上又有些壓力給了很多人 變成有很多人 譬如到現在是捉不出戶 是不敢出街的 不理會有什麼面子 他都還沒出街 甚至連去超市買東西 我知道也有些不一定是年長的人 都是盡量減少的 變成很多這些事情去封閉一下 心理上有一個陰影 我亦看到今年的主與愛同行 雖然人數比往年少了 但因為在一個虛擬的暴行 大家的動彈性多了很多 我亦知道情神庫每年都有參與 但今年你參與的方法特別很多 你就不僅是走基本的幾公里 甚至說誰捐到那麼多 你就每幾米都可以走 一圓一米 你應該欠他們多少米 我其實是走得多了 你們還沒追到 其實這個想法不是今年的 因為虛擬這件事我去年已經做了 因為我的事工的原因 我很多時候都不在多倫多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真的可以走一次 是四年前的事 我去年就說我不想再走不到 因為我去年這個時間 被人約了我要去紐西蘭做福傳 是 我就說紐西蘭天氣很好 地方又很漂亮 如果拍了一些影片 我在那裏走也一樣籌到 所以去年我沒有正式登記 但是透過網上的短片 跟大家說 我想做一圓一步 去年就做一圓一步 去年就不是太成功 去年也籌了超過一萬 我忘記了一萬多 但是我其實是走了二萬多 三萬多步 我就說一圓一步 不太行動 根本上不可能會追到 所以我說 反正今年都是Virtual 不如一圓一米 一圓一米可能會更合理 一向我們大部份都是走5K 因為今年不用一次過走 不用一次過走 那我就想 那些人都問我 那你今年報多少 其實我報走多少 那些人都是捐這麼多 是 你5K 10K 是個獎牌不同 都是這樣籌的 不如掌精式登記10K 但走著走著 平時都是籌10K 我走10K 不如一圓一米 走著走著 那些人很快就捐到10K 那我就說 那我就繼續走 是 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因為很多時候很八卦 我會看看 walk.fll.cc 究竟哪些朋友是參加了 或者他們的籌款情況是怎樣的 靜神父的戶口很早就開了 但可能因為他都沒有說 它就是一圓一米 所以早期來說 那些數字比較慢 但當他一告訴大家 他正式開始走的時候 你發覺那個疫情數字 和你的數字就像這樣上發 當然我們希望疫情的數字能夠放緩 但你的善款數字 就真的去得很快 很短的時間 已經去到這一排 接近兩萬元的數字 超過了 現在為止 是超過了二萬零五百 是 走這麼多路 大家都知道 晴明忠神父 視覺是有些障礙的 其實對於一個視障人士來說 要走這麼多公里 有什麼困難 完全沒有問題 是 為什麼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走的地方是隱藏的 是平路 是平路 而且我每次都有人和我一起走 在室外就不用帶好罩 又可以聊聊天 也不用走得很急 因為籌款不是要命 我是要走得很急 因為我不和你一樣 有這樣的吸引力 我就會選擇你走多一點 或者走快一點 來挑戰自己 希望鼓勵大家捐錢 不過說回你那裡 現在你走了超過20公里 其實當中的感受 現在走到24公里 24公里 但是這24公里給了什麼體驗 其實我這個步行計劃 我八月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因為健康問題 不是我健康不好 是我運動不夠 我記得 因為晴神父說過 要有一個良好的屬靈生命 其中一件事 他有著廣道說要做運動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運動 都是多得你所持 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 是很難做一個好的基督徒 我以前有過健康 但後來眼睛的問題嚴重了 去健康就沒什麼可能了 家裡也有些機器 總是有些機器在家裡 就做不到運動 即使自己出了一大塊錢 買單車回來 都不用 我都明白 所以他說不可以 我要找一個引泥 八月的時候 我開始跟另一個朋友 他有需要去走出外面 你知道COVID了這麼久 人們都心癢 他說不如這樣吧 你幫幫我 我幫幫你 那天是星期五 我們就一起出去走 走走走走走 其實我都不是太難走走走 接下到那時 九月開始推行這個報行籌款 我就覺得 那行啦 那我就繼續走走 時後其實有三個不同的人 跟我出去走過 其實挺好 因為大家又可以做運動 我自己又有這個 出去又可以有一個 信仰上同行的機會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信仰路程 也有機會可以欣賞一下 因為多人多秋季出去走得很漂亮 雖然我在我家的社區 但有時看到一些完全紅的樹葉 周地都是楓葉 都覺得很漂亮 我都見過程神父李拍片的地方 那條路路真的很漂亮 但你也想不到那裡不是太遠 我知道在哪裏 我也試過幫深圓安全在那裏 其實是在我們家附近 在我家很近 是一個市區的中間 今天把程神父上來聊天 除了聽聽他的感受 希望藉著你的見證 去鼓勵多些人去支持生命恩全之外 其實今年我們有一個新搞作 因為以往我們都會跟別人說 我們有多少個建議 可能有三百多個建議 齊齊去籌款 有些走五公里 有些走半馬或者傳馬 但虛擬的關係 我們只可以每個人奉獻多些 因為今年我發覺 例如像程神父那樣 你原本補10K 你現在都走了20K 都走了雙倍 例如像我自己 就補78K 我走五、十 半馬和傳馬 走著走著 我都走了接近300公里 今年希望 為了令到心機旁邊的聽眾 或者更加多人 會踴躍捐款給我們生命恩全 我們有一個計劃 希望所有這百多個建議 能夠做多一點點 我們的目標就是2020 20,020公里 希望總共能夠做到這個成績 讓大家看到我們對於福全的熱誠 也可以趁機等更加多人去捐款支持我們 程神父 2020 你會怎樣支持呢 我會不會繼續走 最重要是有人肯繼續走 我們都相信這個2020 應該可以整齊達到的 如果在心機旁邊的聽眾 你一直聽著我和程神父分享 而你自己本身也是程神父的粉絲 希望你可以繼續支持他 我知道如果真的籌到3萬元 你就會繼續走多10公里 應該沒問題的 最重要是大家肯捐款 基本上都要24公里 很快 記住捐款的方法有幾個 第一個你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alk.fll.cc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建議的名字 如果你想支持程神父的話 找Father Francis Chain 按進去就可以捐款 只要20元以上就可以發到退稅收據 只要按完之後 馬上會出退稅收據 如果你說支持我們其他的建議 其他的特性姐妹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樣子 不過當時照片還是光頭 所以很容易承認 再加上這個時候 先感謝程神父 今天抽時間和我們分享 也希望在心機旁邊的你 能夠踴躍支持我們 主與我同行的暴行籌款 在這個時候 除了叫你支持我們 主與我同行的暴行籌款之外 也要提醒你 我們的北美洲免費長途電話熱市 已經開放了 有任何的問題 包括對於我們天主教信仰的問題 或者想找人和你祈禱 或者你說你現在有點不開心 想找人和你聊天 又或者 剛才說了一個 生命恩全的 主與我同行的暴行籌款網站 你自己本身不熟上網 你想找人教你如何捐錢 可以有什麼做法 記住這個電話號碼 1888-606-4808 1888-606-4808 但是打不打就真的是你自己的決定 希望你能夠打這個電話 開始一個機會 讓你去接觸天主 以及接觸我們生命恩全這個事工 記住了 1888-606-4808 今天再一次多謝晴明聰神父和我們聊天 也希望在這個時間我們先休息一會 讓你打電話來我們的北美洲免費長途電話熱線 休息完之後繼續愛生命 繼續愛生命恩全這個時間